高雄區彈場內擺滿桌椅 製作簡易區分看板進行諮詢 和列測民眾依序施打疫苗 為了提升高市接種率 是否決定採取大規模快速接種站 分為四類依照場所大小 各醫療院所到社區活動中心 高中職校園和體育場館 總共設置158處接種站 預估可以提供全市 單日內施打5萬多劑疫苗 只是面臨龐大的施打劑量 醫護人員的需求也大增 超過1000人報名我們的疫苗 接種的計畫 那我們還是需要再多一點點的人力 我們所有的熱血的醫護同仁 我們的高雄市民需要 技術掌募公告希望熱血醫護 投入疫苗施打行列 希望能夠加快民眾接種 有效防堵疫情惡化 不過疫苗陸續開放施打 到底輪到第幾批 哪些人可以打 不少長輩還搞不清楚狀況 白一點就是說 除了他們醫護人員的人 家人什麼都去打方便以外 一般老百姓你要打 說很難啊 不曉得狀況 長輩為了可不可以施打疫苗 平奔走醫院 恐怕增加染疫風險 但隨著疫苗數量逐漸增加 讓大家開始思考 家庭成員的施打順序 有了民眾只要收到接種通知就打 有的家裡有小孩的選擇派出家裡壯丁 分批失大 就怕出現副作用 家裡還有人可以照顧 不管誰先學後 最後都還是希望有疫苗科大 降低染疫轉重症的機率 TVBS新聞 徐季鴻牛璇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並開啟小鈴鐺